诶,德梦,你今天有吃到蛋糕吗? 什么蛋糕啊? 蛋糕就是陈科长他送的迷越蛋糕啊 今天他女儿满月哦 哦,就是那些蛋糕就是陈科长送的啊 对啊 诶,等一下 女儿迷越跟蛋糕 哦,有什么关联呢? 其实这个是台湾的传统习俗 因为在我们亲生儿出生满一个月的时候 父母亲都会送迷越礼给亲朋好友啊 如果生儿子的话,就会送鸡腿油饭和红蛋 那如果是生女儿,就会送蛋糕啊 哦,这很特别耶 我们越南没有这样子的习俗耶 哦,那你们越南都怎么说啊? 我们其实也是小朋友迷越的时候 会请亲朋好友来庆祝而已 可是我问你,为什么生男生会送油饭呢? 诶,这个啊 其实就是因为台湾早期是农业社会 那所以说如果生儿儿子就多一个人来劳动啊 这个是很值得庆祝的事耶 所以就会送鸡腿啊,油饭啊,红蛋啊 那红蛋啊,它就是鸡身蛋,蛋生鸡 这个也有生生不息的意思哦 哦,就原来这样子哦 其实我也有吃过台湾的油饭 虽然有点油腻,但是也觉得口感蛮不错的 但是红蛋,红蛋是什么蛋呢?没吃过 红蛋啊,就是我们可以把鸡蛋或者是鸭蛋煮熟之后啊 把他的蛋壳用食用色素染成红色哦 哦,了解了解 诶,那我来猜猜 为什么女儿明月就送蛋糕 是不是因为女生比较喜欢吃甜的 所以就送蛋糕 诶,你猜对了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啊,我们可以用蛋糕来比喻甜美的女孩子 哦,好好 诶,等一下我要发全信给陈科长 感谢他的蛋糕,顺便祝他女儿健康整场 好啊,那你等一下要跟他说 好 Kosa kata pertama mi yue... genap sebulan Kosa kata kedua yowvan... asiketan... 有饭, nasi ketan 有饭 nasi ketan kosa kata ketiga 谚宫 谚宫 kalimat pertama inger出生ま一个月 就叫做明月 bayi berumur genap 1 bulan disebut dengan 明月 inger出生ま一个月 就叫做明月 artinya adalah bayi berumur genap 1 bulan disebut dengan 明月 kalimat kedua 男嬰米月送有饭,女嬰米月送蛋糕 jika bayi laki-laki akan membagikan nasi ketan dan bayi perempuan akan membagikan kue 男嬰米月送有饭,女嬰米月送蛋糕 jika bayi laki-laki akan membagikan nasi ketan dan bayi perempuan akan membagikan kue acara kita sampai di sini jangan lupa untuk mengulangi ya sampai ketemu lagi di episode berikutnya bye-bye